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要讲 为什么人不喜欢听真道 这个的人 我们讲的是 这是包括基督徒跟世上的人 世上很多地方都很相近 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首先就问 神在哪里 神到底是怎么样的 磨得到吗 你告诉我神在哪里 你能证明神给我看吗 那我们就往往就听到这个 我们就真的无可奈何 因为事实上 神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甚至神告诉我们怎么说呢 他说你若相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不是说我把神的荣耀给你看 然后你才相信 这个是刚刚好相反的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 看不见摸不着的 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神 他这一关就过不去 那第二呢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他问我说 我们信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有神我们可以相信 因为他们平常也什么 也拜观音 拜妈祝 对不对 这种拜这个像 他也拜了 他愿意相信 那你们基督教 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是怎么样帮助我们 他到底多有能力呢 你们说神大有能力 他到底可以怎么样呢 然后我们能说什么呢 说信主给你平安喜乐 信主保守你一生吗 我们不敢这样讲 对不对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说 信主你可以得永生 可以上天堂 然后他就问题就来了 原来你说信主要到死了以后 才有好处啊 那金事有什么好处啊 他其实想问的问题 不是金事而已 他想问的问题 是我信主以后 我现在我马上 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想跟他传真道 那就很困难 但是呢 有另外一种教会 他就告诉你说 信主你就马上有平安喜乐 神会保守你的家庭 神会让你这个小孩 夫妻和睦 小孩子听话 功课好 神会保守你的工作 工作上表现好 神会保守你的经济 一帆风顺 讲了很多很多这种 这种我们都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神其实并没有应许这些 是不是 但是他们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把那些人骗进教会来以后 来听到来听到 耶稣爱你 听了这些道以后 结果他们可能信一信 试一试 因为他们也不是傻瓜 他们进来试一试 发觉 周围问问别人 你的家庭怎么样 你是什么人呢 就发觉 我本来以为 我们到基督教会 教会里面 都看到有钱人通达的人 然后看到教会里 也有穷的 也有瞎眼的 残废的 贫穷的 对不对 这些都在 那他们看一看 好像没有比外头好 他们就不来了 很多人就这样 来一来以后就不来了 而且这种人 他一旦离开以后 你想叫他再回来 就更困难 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要知道 到教会里来 我们基督徒那都是相信 有神的人 是不是 但是相信有神的人 也不喜欢听真道 为什么 因为人都喜欢简单明白 直接了当的 你最好你就告诉我说 我信而受洗我就必得救 对不对 这样的话他最喜欢 你要跟他讲说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领悦神的心意 你要熟读圣经 常常祷告 最后也许也许你可以 圣灵让你重生得救 你这样以后你可以怎样 你可以圣洁 你可以得胜 最后你就可以得永生 这种道 人不爱听 他们喜欢直接了当的 你就告诉我 我来 我只要怎么做 你就告诉我 我怎样就可以得永生 最直接了当的 他们真的不喜欢多听 很讲很多的人 另外有一种就是说 就像我们讲 很多基督徒也跟外邦人一样 他们也想问我们说 神能够给我什么 神能够怎么帮助我 他们来到教会 最希望听到说 神怎么样让我平安喜乐 然后最喜欢听到的例子是 神怎么样祝福这个家庭 这家人都信主 他们来教会 神怎么样祝福他的家庭 让他们夫妻和睦 小孩子听话 读书又好 让他们工作无灾无病 等等等等 他们也有这种希望 但如果说 事实的发展不是这样的话呢 基督教他信而受洗 试了一几年以后 有些人也在土中丧失了 有些人呢 并没有在其中上市 因为他运气还不错 没有遇到什么不信 他就一直相信下去 可是呢 他们就简单 他们就希望简单明了 因为他觉得他信了 他到这里来 他不需要再听很多道 他只要信靠顺服 或者说什么叫信靠顺服 我们都 他只要信耶稣 他只要来教会 他只要交奉献 那他就可以得永生 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他不愿意再花很多的经历 在听什么是真道 要听我们还要怎么样 敬钱 然后呢 才能让神 来赐福我们 来简学我们 我们还必须做什么什么 他们都不太愿意听 所以今天人呢 真的很不愿意听真道 很多人真的 其实是并不愿意听真道 因为真道 真的是不舒服的 保罗在提摩泰后书四章就讲说 时候将到 人必耳朵发扬 不听真道 反而顺从自己的情谊 为自己做了好多师父 这些师父呢 就讲人喜欢的道 喜欢听顺耳的道 只要这种道 在教会里存在的话 你就很难再去相信真道 因为那种 真的听起来顺耳朵了 真的是 也没有人教训你 也没有人说你还有什么不足 就说我有多好 就说我们是多么的 对 神会怎么样保守我 加给我们信心 信心告诉你 将来一定有 一定有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这个平安喜乐 一定有蒙福的一生 一定有永生 人都喜欢听这种 然后这样的话呢 他就没有耳朵去听那个真道 保罗讲得很实际 他说言耳不听真道 保罗真的讲得很实际 保罗就用言耳不听真道 因为我有这样的道 我有耶稣基督 那就够了 这是讨人喜悦的道 加上耶稣基督 那就够了 他宁愿言耳不听真道 这真是我们今天 真道很难讲出去的原因 但是我们想 主耶稣基督 我们上次讲过 来到地上 就为两件事 一种是作为人的俗价 第二件事呢 就是把他的道传出去 如果传道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道对人不重要的话 他何必那么辛苦的传呢 所以我想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能够 一定要能够 在分辨什么是真道 你不要相信 你已经听过的 那就一定是真道 在教会里 许许多多讲的 都是搅扰我们的 让我们听不进真道 那我们今天就告诉你说 各位弟兄姐妹 一定要多花时间 你不要相信 你以前听到的 也许你听到的是对的 也许你听的就是真道 那么你也要怎么样 你要再多读圣经 多读圣经 从圣经里来对照 你以前所听过的道 你以前所听过的道 跟圣经如果不相符合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 整本圣经 全辈的福音 如果你以前所听的道 跟全辈的福音 跟整本圣经不符合的话 那你要想想看 你到底所听的是什么 我们要听的道 是全辈的福音 是跟整本圣经符合的 那是神传给我们 那是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 是要让我们得救的道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明白了吗 那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我懂得 Напр Eden 谢谢观看